那年暑假 爷爷说要骑三轮车带孙子出去旅游 可刚出门就一头扎进田里 爷孙俩好不容易把车推上路 结果到了维修店 老板却说电动车最多骑20公里 根本到不了1000公里以外的三门峡 老人并不放弃 第二天找到哑巴弟弟 向他借烧油的三轮摩托车 哑巴弟弟答应老哥哥 亲自教会他怎么驾驶 70多岁的老人为了远行 临时学习开车上路 走之前 哑巴兄弟给老爷子写下了一段话 爷爷答应他 带着宁宁重新踏上了路途 白天爷孙俩行驶在乡村之间 晚上就把被褥铺开伴着重生入睡 地处偏僻 宁宁有些害怕 闹着要爷爷唱歌 爷爷唱起了吴子虚的戏词 给他讲吴子虚过招官的故事 吴子虚备受磨难 好不容易才过了招官 爷爷觉得这故事 也是他人生的写照 他年轻时家庭成分不好 被发配到农场劳改 也是受了各种苦头 爸爸妈妈都在那时被逗死了 还好他得到了朋友们的帮助 才捡回了一条命 讲完故事后 爷爷唱起了过招官 更多后续精彩 请点击评论区置顶链接观看